很多女孩子结婚前要求男方的房子加自己名字 因为大部分男人婚前买的房子都是按揭的 不加名字的话 婚后一起还房贷多少会心理不平衡 在儿子结婚前终于能全款给儿子买了一套婚房 谁知结婚前儿媳妇却要求加她名字 姜大妈反对 虽然后来儿子也顺利结了婚 但姜大妈却被儿媳妇骂了五年 五年后姜大妈去儿子家做了半年保姆 现在事情反转了 变成姜大妈可以骂儿媳了 六十岁姜大妈的字数 我一辈子都在镇上生活 和老伴都是火柴厂的工人 45岁的时候因为火柴厂效益不好 倒闭了 所以我和老伴提前退休 但我们俩的退休金加起来 一个月也有3800块 我们只有一个儿子 大学毕业后留在我们这里的城市 是个大公司的小职员 收入一般般 儿子26岁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小薇 我们拿出了所有的积蓄 家里的两栋老宅子卖了一栋 凑够钱给儿子全款买了一套房子 为什么要全款呢 那是因为我儿子工作普普通通 人长得不高 才1米68 在婚姻市场上竞争力比较低 幸好 我们是广西人 在广西1米68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 身高不够 五官来凑嘛 儿子的五官还行 若是在山东或者东北那边 1米68可能很难取得到老婆了 儿子和小薇谈了一年之后就打算结婚了 彩礼和酒席我们都可以按照小薇的要求做 但是她要求儿子的婚房必须加她的名字 才能结婚 这点我和老伴反对了 因为房子是我们省吃减用和卖了一栋宅子才买下的 万一两人结婚一年后离婚 那六十万的房子就会被分去一半 这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 能让我们如此害怕的 是因为我姐姐的儿子也就是我外甥 结婚的时候和他老婆非常恩爱 对我姐也非常好 我姐感动的卖了一山的树木给两人买房买车 谁知 外甥习生了孩子坐月子的时候对我姐要求过高 婆媳间闹了不少矛盾 结果结下了月子愁 出了月子才半个月就离了婚 房和车分走一半 孩子也带走了 这事就发生在小薇提出要加她名字的半年前 因为有前车之鉴 所以我和老伴特别害怕 直接反对了小薇的要求 最后小薇赌气和我儿子分了手 儿子虽然难过 但也没抱怨过我和她爸一句 后来儿子单身了两年 别人给她介绍对象她也看不上 说是没感觉 后来儿子去旅游偶遇小薇 两个人都还单身着 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复合了 后来儿子和小薇结婚了 这次她没有要求房子要加她名字 但是彩礼要了八万八 算是很多的 我们也满足了小薇的要求 毕竟两个年轻人重新走到一起不容易 结婚后小薇处处针对我和老伴 当初我们买的是大三房 可她却不让我们在他们家过夜 住一晚都不行 儿子结婚前 过年过节我们都会到城里和她一起过 顺便住几天当休息 我和老伴虽然领着退休金 但是我们还在镇上摆摊卖杂货 每个月赚点小钱补贴家用 可是儿子结婚后 我们连进儿子家的门都会被嫌弃 更别说住一晚或者住几天了 是 儿子结婚后成立了家庭 做老人得有边界感 那我们就不去她家 有时候到城里喝喜酒 都是去我姐姐家住 儿子和小薇是不会叫去他们家住的 现在这些当儿媳妇的啊 只想索取 不想回馈 最好是一辈子别打扰他们 但是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又得能帮上忙 不然会被嫌弃 我姐姐说 我觉得姐姐说得对 小薇拿了我们八万八的彩礼 还不够三个月呢 就开始骂起我们来了 原因是她爷爷八十一岁大寿 我们才封一千块红包 你们才封一千块 也不提前打招呼 要知道你们这么穷 我就自己打红包了 我堂姐堂妹的公婆 人家都是封两千块 就那么封一千 不仅丢你们的脸 也丢我的脸 丢我父母的脸 从晚宴离开后 小薇就骂起我们来 本来儿子是要开车送我们回镇上的 她也不让 故意叫儿子陪她去喝酒解闷 让我们两个老人自己打低事回镇上 回镇上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人家收四百块 我们也得给 去小薇爷爷的寿宴 我们来回花了五百 红包花了一千 还被骂了一餐饱 没过多久是春节了 我们这里的习俗 行程家的男丁第一年都要带老婆回来过年 可是小薇不愿意来 说我们乡下又脏又落后 不方便约她的小姐妹逛街 后来我硬着头皮给小薇打电话 想叫她回来 结果被她骂了一顿 你这种乡下富人就是这样 这么穷还这么讲究 我就不回去怎么滴 需要向谁交代吗 除了你们这做公婆的 有谁会计较我回不回去 最终 我和老伴被村里的人嘲笑 说我们娶了个了不起的城里儿媳妇 连祖宗都不要了 我们被说得哑口无言 小薇也不是城里人 他们家也是从农村搬到城里的 我无法理解她竟然嫌弃我们 后来小薇处处针对我们 生孩子的时候说我们不是合格的爷爷奶奶 想抱一下孙子 她说我们会把细菌带给孙子不让抱 不管我们怎么做都是错的 想去伺候她月子 她自己不要 给了一万块她 结果她说有月子愁了 我们都不明白这仇是怎么来的 我们想去带孙子她也不让 像是我们去带孙子吃亏的 是她是的 宁愿自己辞职自己带 让我们付她的工资 我们虽然无奈 但也照做了 结果她又嫌弃我们对孙子太抠门 不知不觉五年过去了 孙子都三岁多了 上幼儿园了 似乎当年不同一房子 加小薇名字的仇 她还在记恨 动不动就骂我和老伴 现在我们俩的退休金 已经涨到了五千多 自从孙子上了幼儿园 我们就停了支付她的工资 难道孩子上幼儿园了 就不用带了就会自己长大了吗 哪有像你们这样做爷爷奶奶的 太过分 小薇说 扪心自问 在亲戚朋友的圈子里 我们俩做爷爷奶奶算是做得最好的了 月子给钱 平时每个月给四千块 身边有谁能做到这样的呢 被骂了五年 我不想再纵容她了 于是我收拾行李 住进了儿子家 跟小薇说 每个月四千我们不会给了 从今日起你出去工作 我来带孩子 做保姆底钱 儿子觉得挺好 她的工资也才六千 一个人养家糊口还是有点压力 她认为小薇也该出去工作了 可是小薇却不思进去 在家摆烂 她就是不找工作 宁愿天天在家追剧 她不工作 谁也奈她不合 我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像保姆一样伺候他们一家三口 别的优点我没有 但是厨艺是真的很好 不管是贵菜 月菜还是香菜 都做得很好吃 妈 自从你住进来之后 我们家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好几个档次啊 儿子说 虽然自己又出钱又出力 但还是遭到小薇嫌弃 她还是骂我 只是没那么过分 怕我反抗 我才不会反抗 反而是自掏腰包 每餐都大于大肉的伺候他们一家三口 吃的都是好的贵的肉和菜 半年过去 而媳妇天天躺着追剧 又吃的特别多 体重竟然从110长到了140 一个月胖五斤 她嘴很馋 看电视嘴就不能停 除了一日三餐 她还让我做些鸡爪压脖之类的小吃 一天到晚啃着 虽然知道自己胖了 但也是只嚷嚷减肥 然后继续吃 我哪敢不听她的话 不给她做零食和小吃 万一她又骂我磕待她 连她吃点零食都看不惯怎么办 你看你这身材 和猪没什么两样了 儿子突然有一天这么说小微 她本来就矮 才1米52 体重140斤 看起来圆滚滚的 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 加上我儿子时不时嫌弃的话 久而久之 她竟然自卑了 都五点了 怎么还不去接孩子 我可能做家务太累了 有点不耐烦地问小微 我 他心虚地回了一个字后 赶紧跑去幼儿园接孙子 我终于可以挺起腰杆子做人了 小微没工作没收入 还胖得像猪一样 天天把我儿子看得牢牢的 手机天天都要查 怕他有外遇 而我儿子对胖乎乎的小微 也没有了当初的情深意重 而是嫌弃和看不惯了 他只会享受 不会赚钱 还特别懒和禅 再加上他骂了我们两个老人这么多年 不嫌弃他才怪了 水槽里的碗这么多 怎么不洗洗啊 天天就知道看电视 到小区下面去锻炼锻炼身体啊 都胖成什么样了 这些话都是我说小微的 而他也不敢回嘴 而是心虚的照做 现在老头子也可以时不时来住几天和孙子玩完了 儿子也过得舒坦不少 终于不用顶着不孝顺 娶了媳妇忘了娘的骂名 小微也想找回自信 去减肥 去找工作 可是坚持不到半个月就放弃了 他说连饭都吃不饱的人生没有意义 工作找不到符合他要求的 他说两千五百就要牺牲一个月的时间 不值得 因此 他变得脸皮厚了 随便我们怎么说怎么骂他 他依旧开开心心过他的日子 好像所有事情都与他无关 现在就算我骂他又馋又懒又没用 他也不会顶嘴了 而是厚着脸皮说 我有这么好的婆婆 蓝点产点很正常 可能是一家人相处和谐了吧 儿子对小微似乎又没有之前那么嫌弃了 两个人有时候还很恩爱的出去逛街看电影 老伴老师问我在儿子家做保姆 这半年是怎么调教小微的 其实我自己也很猛 难道真的有体胖心宽的说法 小微长胖了 变得不像以前那么计较了 就算我骂他 他也得受着了 婆媳关系反而变好了 反而变好了 反而变好了